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近日呼吁 各国不要把一个中国的问题 看成所谓民主与专制的对立 以此为中美紧张关系降温 他还表示 不要让中国感觉到 全世界正联合起来对付他 6日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的专家认为 在包括新加坡在内的很多国家 担心中美关系的背景下 李显龙的表态具有积极现实意义 据新加坡联合早报6日报道 李显龙虎日在亚洲前瞻峰会2023闭幕对谈上 回答其他各国能做什么 让中美紧张关系降温的提问时 做出上述表述 他表示 中美关系的走向 取决于世界各国对台湾的态度 一个中国是全球几乎每个国家 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同时与台当局建立非正式 非官方关系的基础 这仍然是回持关系和回持现状的基本基础 在谈及外界有人将台海问题和乌克兰问题 进行比较时 这位新加坡领导人说 乌克兰是联合国会员国 如果将台湾类比乌克兰 认为是值得捍卫的正确一方 而中国大陆是错误的那一方 那是在改变一个国际认知的根本基础 后果十分危险 在谈及亚洲的未来时 李建龙表示亚洲面对的一大挑战 正是事与加剧的地缘政治竞争 尤其是在中美之间 但他不认为前景一片昏暗 因为几乎所有国家都希望与中美双方为友 这位亚洲国家领导人称 各国会采取能让他们行动最自由的政策 会努力维持区域合作和保持区域开放 这将是个更复杂的区域 但不太可能分裂成两个阵营 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执行院长朱峰 5日在亚洲前瞻峰会2023闭幕对谈现场 正是他向李显龙提出了 其他各国能做什么 让中美紧张关系降温这一问题 他6日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自己提出这一问题的初衷 是希望听到新加坡领导人 对中美紧张升级的看法 以及东南亚计划如何应对大国关系复杂化 为地区带来的影响 朱峰还表示 美国目前想把新冷战带给中国 其制定的新遏制政策就是新冷战战略的核心内容 包括科技战 贸易战 数字战 市场战 意识形态战 美国也在台海落下心目 反映出台湾问题的复杂性 以及中美战略竞争的新特点 朱峰认为 中美未来的互动必须朝着双边关系可管理 既竞争又合作 同时往可以和平共处的方向发展 近年以来 李显龙多次就中美关系和台海局势表态 近年4月 他在新加坡国会参加政府施政方针辩论时表示 中国大陆将台湾视为最重要的课题 一个中国原则是北京最红的一道红线 西方大多数国家虽正式采纳一个中国政策 但意识形态影响使得部分欧美国家仍不断试图挑动两岸关系 李显龙还表示 他希望中美关系不会恶化 双方能够保持沟通渠道畅通 并随着时间推移 在相互尊重与互信的基础上逐步修复关系 此前 李显龙在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称 这个世界经不起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冲突 尤其是中美之间的冲突 中国更加繁荣 对世界经济的贡献更大 在国际事务中的发言权也更大 他补充称 我觉得要循序见景 稳定关系 然后逐渐建立信任 逐步往前走 但这需要时间并不容易